大家好,我是小木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今天我要分享的话题是Cursor 这是一款创新的AI代码编辑器 融合了先进的AI技术与传统代码编辑器的功能 为开发者提供了智能化的编程体验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如何与Cursor一起完成一款MacOS应用的开发 实际上我并不具备MacOS应用的开发能力 我也不懂Swift编辰语言 在这个分享中呢 我会以自然语言的形式来描述我的需求 由Cursor来帮助我生成所有的代码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来到Xcode 在这里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MacOS应用 启名FeedFlow 项目创建完成 同时在Cursor编辑器中 我也打开同样的项目 项目里呢 我看到有两个Swift代码文件 一个ContentView 一个FeedFlow App 我就不管这些文件究竟负责什么了 通过Command L打开聊天窗口 这也是今天我会使用的最主要的一个交互接口 我不会去修改任何Swift代码 通过Cursor来帮助我完成代码的编写或修改 我的开发测试模式是 在Cursor中通过问答的方式 通过自然语言交流的方式来生成代码 再回到Xcode来运行程序 运行代码 调试 看看我们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我们现在来提出第一个需求 我会告诉Cursor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那希望它帮助我在UI上构建出最基本的功能元素 并做一些简单的设计 代码这里有两步操作 第一步呢是创建ContentViewSuite 看起来这个文件已经存在了 如果点击Apply会将这个修改 应用到AppSwift这个文件中 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修改 第二部分呢是在ContentViewSuite 添加无下的代码 我们直接点击Apply 对应的文件这里很快可以看到代码修改 点击Accept会接受这部分代码的修改 并保存 实际上我并不懂Swift语言 那么我不会对它给到我这些修改 提出任何质疑我就简单的接受 现在回到Xcode 我们来看看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 Fair to build scheme 我需要看看错误信息在哪里 那错误信息在这里 那我想想要做什么呢 给它截个图 回到Cursor Image 将截图给它 告诉它我得了这种错误 很快它理解了错误是什么 并给到我解决方案 我简单的将其应用就好 点击Apply 看到左边有代码的修改的对比效果 我实际上直接接受就好 保存 回到Xcode看看情况怎么样 依然有错 那我再次的截图 我也不记得究竟这个错误和刚才的是否一样 那我假设它就不一样吧 我截个图 再给它这张图片 简单介绍一下又有错了 Cursor给到了我新的一波解决方案 我要做的依然是点击Apply Accept 保存 回到Xcode 嗯 错误消失了 至少在预览这里呢 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一些东西 OK 看到了一些东西最左边有分类 然后呢是看起来是一些RSS测试数据的展现 接下来我们要让它做的事情呢 是从一些真实的RSS语言去读取数据 我计划让应用从TechCrunch来获取它的RSS数据 TechCrunch也是目前领先的科技和创业相关的资讯信息的发布平台 那在这里呢分享一下它的RSS feed 这个URL我复制 回到Cursor 告诉它 很棒 接下来从TechCrunchRSS feed来获取数据 在这个问答当中 似乎它并没有明白我是期望这个应用去从这个feed获取数据 那或许我并没有说清楚我的需求 看起来现在呢它明白了 代码呢也做了更新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点击Apply 有一大堆代码的变动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究竟这些变动意味着什么 我简单接受就好 我只需要作为一个测试工程师 把它当做一个黑盒进行测试 看看是不是将所有的代码变动都已经应用到了项目当中 有的时候呢是会有多个片段 我们需要来做更新的 这底下还提到了info plist这个东西 我来看看这个文件 项目当中似乎并没有这个文件 我得告诉他 并没有这个文件 那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呢 它给到了我一些指令 来到Xcode选择targets look for custom iOS target 看起来呢它是在我 直到我做一些iOS应用开发中的一些配置 实际上我的这个是macOS应用 另外我也不受很清楚这targets在哪里 那我来提一下问题 首先告诉他这是一个macOS应用 那我还想知道targets究竟在哪里 首先呢他告诉我在那个导航栏当中点击项目 然后在中央的面板呢会看到一些targets 然后点击target 然后再点击signing capability 然后找到app sandbox 然后呢勾上这个outgoing connection 看起来它是让我在配置里面设置 允许向外的网络连接 那来到Xcode 我记得它说是来到项目 对 这里有targets fit flow 我们来看看signing under capabilities app sandbox network outgoing connections 把它勾上 好了 那我们来回到cursor看看还要做些什么 似乎我们刚才的代码改动都已经应用到了项目当中 来尝试运行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运行的按钮 会来构建这个应用 build失败了 有个错误 fit kit 给它截个图 我依然通过截图的方式来告诉cursor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呢就有了这个错误 通过图片的识别 它应该能够知道是什么错误 看起来是让我使用这么一个包 然后回到Xcode file add packages 回到这个Xcode file add packages 我并没有看到add packages 那只看到add package dependencies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 那回到cursor看看它还让我干嘛 在搜索栏输入这个 我们复制 来到Xcode 搜索栏这里粘贴 确实能找到 那我们将它添加一下 add package 我并没有去指定任何的其他参数 一切都保持默认 咱们稍时等待 add package 好了 看右上角这里呢正在锁引和处理文件 我们稍稍等一下 回到cursor看看除了这个还需要做什么 添加了以后呢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等待它看看能不能解决 依然出现了失败情况 还是no search module feed kit 这次呢我就简单点不截图了 直接告诉它同样的错误 我们将这个错误文本复制一下 现在呢它给到了我一个解决方案 看起来意思是去掉了fit kit这个依赖 那么替换成了更简单的一个实现 使用了xml parser 我们简单的应用这个代码 accept 保存 回到xcode 现在呢又多了一个错误 我们同样将这个错误 接个图交给cursor 可以看到在这个交互场景中呢 我并没有去对代码做任何干预 完全是通过测试的形式来发现问题 告诉cursor cursor帮我解决问题 修改代码 那我再进行测试 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首先呢 这儿有一个修改 第二个呢 是在这里 有的时候代码的应用呢 apply呢 会略等一会儿 我们呢 可以稍事等待 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呢 会给到我们accept 或reject 这么一个按钮 improve data parsing 同样点击apply 把所有的代码变动都应用 看看这里的改动 同样accept 保存 应该所有代码改动都应用到项目当中 回到Xcode 我们来看看情况 目前的编译好像没有错 可以看到预览了 那我们来点击这个执行的按钮 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在这个运行的应用当中 左边列出了一系列的rcs fit 来对比一下真实的rcs元 看看第一条 第一条消息是 Atlantium Plant Integrate Rewatch 和应用当中看到的第一条是一样的 至少目前我们已经成功的能够读取rcs的数据 并且在左边的这个消息栏里面 显示所有最新的消息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我希望在点击每一条新门的时候 能够在右边打开一个web页面 查看它具体的内容 首先我鼓励它一下 nice next step is true 接下来我期望的是用户点击每一个新闻的时候呢 在右边打开这个页面 给到了我一系列的代码修改 看起来蛮像样的 点击apply accept 保存 那我其实也不知道它究竟干了啥 回到xcode 重新编译 重新编译 运行一下 点一个看看有用吗 似乎并没有效果 那我要反馈给casser 当我点击了一个新闻条款的时候呢 右边什么都没有显示 看起来它是说我们先来做一下问题的诊断 那点击apply 看起来是加了一些控制台输出信息 以便帮助我们识别究竟错误在哪里 咱们将所有的这些代码改动都应用一下 滚动 左边的代码这里呢 能看到究竟哪些代码做了改动 好了 所有的代码应用到了项目中 回到xcode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点击左边 在底下这个调试的 我们来看看 view debug area activate 在这个调试的控制台这里没有得到任何的输出信息 那我也不确定究竟是什么问题 那我大胆的就让它做一些改动吧 嗯 我需要它确保的是我点击整个item的时候 最后在右边就能够做出网页的打开 网页的打开 我怀疑的是它的这个实现代码呢 并没有确保整个消息的元素在点击的时候都能够响应到点击事件 那现在呢就做一些代码的修改 保存 回到xcode 我们来看看目前是否有什么变化 如果还不行呢 我是期望它能够在点击的时候 对我已经点击的新闻呢 用个不同的颜色来显示 看看究竟这个点击是否 确保我们是应用到了整个新闻之上 好了 现在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出现了正确的页面显示 呃我来点第一条新闻 Adlation Aquires Rewatch 看起来还不错 那么我期望的是在点击的时候呢 被点中的新闻能够有一种高量显示 另一方面是描述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标签 包裹的这个描述信息 我是期望这个描述信息呢 不显示 还是要更新一下 虽然很不错 第一个呢是去掉 Description 第二个呢是 高量点中的元素 第三个呢是在点中一个元素 网页在加载的时候 禁用掉其他的新闻的点击 避免快速重复的加载 这三点可能会有不少的代码改动 我们等待Cursor来完成 一系列的改动吧 蛮多内容 但看起来似乎比我想象 对 这里还有第二部分 还有第三部分 好 那我们先将第一部分的代码应用 Apply Accept 第二部分 在这里 Apply 有时这个Accept 会过会才出来 它需要比对代码 那么Accept 最后呢一点点 Apply 看看这个的代码消改在哪里 UpdateWebView UsageIn 我并没有看出它的代码改动在哪里 我们来比对一下WebView WebView在哪里 在这里 那我们就 我来看看它的改动 其实在这里已经应用上了 这部分代码是一样的 所以真正的代码改动呢 似乎并没有发生 不要紧 我不管它了 保存了代码 回到Xcode 重新来运行 看看左边 有标题 有日期 那我们点击一个 可以看到现在呢 整个新闻块 被点中的新闻块 就高亮了 这呢 出现了一个loading 嗯 加载完成 那现在的应用逻辑是 当我们点击一个新闻以后 它会加载 在加载的时候呢 会有个loading的按钮 这个按钮呢 也就意味着 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 左边的其他的新闻 是不能点击的 都很不错了 我觉得在今天视频 分享结束之前呢 再做最后的一个改动 在左边的新闻标题显示上 我想改进一下 目前新闻呢 标题在超过了宽度的时候 并没有换行 有一部分内容呢 被隐藏了 那我们告诉它 告诉cursor 我希望整个标题呢 能够完整的显示 币安的时候呢 币安的时候呢 换行 这个代码改动呢 直接应用吧 应用了 我们可以到 xcode 看看效果 apply accept 另外一块呢 是在这里 它会对text做修改 apply 看起来 看起来底下 似乎是对上面内容的介绍 那我们直接取消 它对每一个细节点呢 都做了介绍 还是蛮好的 那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xcode 再运行一下 现在每一条新闻的标题呢 都有了必要的换行 确保咱们在左边的滚动栏里 都能看到 那我们随便点一条新闻 gmail这条新闻 现在正在加载 加载过程中 我们是不能点击其他新闻的 一旦loading的这个图标消失 咱们就可以点击其他的 比如现在我就可以点tesla capespudding is digital history 这个新闻 好了 这就是咱们第一个rss 阅读器的版本了 我们可以从techcrunch 来加载最新的rss新闻 并通过点击在右边 打开这条新闻 查看详情 还是蛮不错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编程体验 总体而言 在cursor中的编程体验呢 还是非常逾越的 我只需要通过自然语言 描述我的需求 告诉他我的问题 甚至在编程中 调试中发现的问题 我可以通过截图的形式 告诉cursor 他能够很好的理解我的问题 我的诉求 帮助我完成代码的开发 帮助我修订问题 那有兴趣的同学 赶紧下载cursor代码编辑器 来体验一下 即使你不懂编程语言 你不懂如何编写代码 在治安语言交互中 cursor依然能够帮助我们 很好的完成编码的工作 或许在未来的视频分享中 我会与cursor进行更多的绝对编程 同时也将编程的体验分享给大家 感兴趣的同学 请关注我们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视频分享再见 同学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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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